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例子 Mr. Lee works carefully 第二个例子 Mr. Lee is very careful 第三个例子 Mr. Lee works very carefully 先回答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很简单 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学的 就是有个ly 就是carefully 这个carefully 就是一个adverb 它其实是用来做什么呢? 它就是想告诉你 究竟前面这个动词 works 这个动词究竟是做成什么呢? 这个是动词啦 不用问啦 是不是? 因为其实你可以就这样告诉我 Mr. Lee works 但你想给多些资料嘛 究竟怎样工作呀? 我就很小心地工作啦 就是carefully works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第一个用法就是用adverb去形容一个动词 OK? 而第二个例子 Mr. Lee is very careful 好了 现在虽然你就会问一下 Mr. Lee 原来very 是一个adverb来的 它也没有ly 的 没错啊 有些的adverb是没有ly 的 但是它也可以是一个adverb来的 为什么? 首先你想想一下 这个very到底是在形容哪个字? 很简单啦 形容carefully 嘛 没错啦 所以这个adverb呢 其实今次就是用来形容一个adjective 究竟它有多carefully 啊? 哇 非常地carefully 非常地小心 知道吗? 所以原来一个adverb呢 除了可以用来形容一个verb之外 还可以用来形容一个adjective OK? 好了 那你又看下第三个例子了 到底哪个字是adverb呢? 我给你五秒钟吧 5 4 3 2 1 叮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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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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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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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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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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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如果你要有一個很實際的動作出來 我才可以給你一個合作 所以你第一件事要做就是 看這兩個句子裡面 哪一句真是有一個實際的有意思的verb動詞 好 那你看看第一句 Mr. Lee works to do Mr. 和第二句Mr. Lee is to do 哪一句真是有一個實際的verb 一個動詞 一看就知道 當然是這個work 即是工作的意思 所以當它真的有一個實際的動詞 我們就知道 原來這個我們是要用一個adverb 可以嗎 第二句裡面根本就沒有一個很實際的動詞 沒有一個字是用來表達一個動作的 它只不過是單單用那個意思 將Mr. Lee和後面那個字連在一起 這個字不是一個實際的意思 動詞 所以這個位置我們就不可以用adverb 因為它根本就沒有一個動詞用來形容 它只可以用一個形容詞 好不可以嗎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整個考試就是考你這個 看你會不會做這個 所以記住 記住 考試的時候 其實你只需要分辨到 究竟那個句子裡面 有沒有一個實際的動詞 如果它有 我們就要用ever 它沒有 它只能用Ismr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用一個形容詞 有沒有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 喂 下次見了 這麼容易 做完下面的題目 下次再給你這些難一點的 Bye